大家好,我是騎士店的店長 店長大概大學的時候 曾經帶大家、車友去跑賽道 那為什麼現在中間這樣又要回來跑賽道呢? 因為現在目前的騎車的氛圍沒有這麼的好 182R或是哪裡 其實你在山道上面騎得再怎麼樣好 你去賽道都是重新來過 因為山道裡面其實很多的危險因素 那你也沒有辦法很盡情的去發揮你的技巧 甚至於可能會造成其他人的危險 在騎士店的經營裡面 它就是一個騎士文化的一個拼圖 所有的文化 只要是騎車技術的文化 都是牽扯到就是運動 那店長認為 不管你今天是什麼樣的一個年紀去騎 要把它帶入一個健康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要用運動的方式 就是去把騎車這門技術合理化 健康化 就是讓它整個全家大小可以進來 不論今天是在玩特技 玩賽道 或者是玩越野 其實它都是一個運動 帶進去之後呢 也希望大家在一般路面之後 騎乘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有那麼多想要去 施殺啊 或是去比較啊 真正的比較你要放到賽道裡面 這樣才是一個真正的有依據的 你賽道裡面就可以跑出一定的秒數 你今天要去拚的可以去拚 你今天不想拚的 你也可以在賽道裡面 就是非常的輕鬆的騎行 也不見得會造成其他人的困擾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體驗 先不管說你有沒有騎快 因為賽道這件事情呢 它並不是真的比賽 它算是一種就是 今天我想要去 肆無忌待的亂騎 我就去賽道 說到亂騎呢 也不一定是真的亂騎 但是就是 你至少有一個可以發揮的場所 不會去影響到其他人 尤其是一般用路人 相對來講就是比較安全 我們今天就是希望把一個概念就是 平常不騎車 一騎車就是去賽道 然後平常是不知道要幹嘛 散步過來騎士店 在騎士店聊天聊賽道 然後來運動 創造出一個氛圍就是說 我們在路上騎車就是很順順的騎 讓人家覺得對騎士這件事情 就是不會再這麼 為什麼大家都在路上騎車 然後不管彼此之間的安全與否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平常日 平常日 沒有賽道日的時候 我們在騎士店 開開心心的 做一些基本的體能訓練 我們真的要騎快的時候 真的要跟朋友就是 較量一下的時候 或者說我們今天改了什麼東西 我要去賽車場試試看有沒有差異 這都是非常好的一個 玩車的方式 不要說有事沒事就 找人家去輸贏 去路上輸贏 這真的是對大環境來講 不是很好的事情 大家應該要把一個騎車的那種 氛圍就是把它調整到一個 要去就是去專業場所 然後去玩一個挑戰自己的極限 也不要想說跟人家比 我覺得就是 你去賽道就是一個 超越自己 因為每個人對於騎乘的一個節奏 其實都不是這麼的能夠掌握 一般道路上跑去騎賽道的話 只要挑戰超越自己 其實就夠了 只是說可能店長自己 對自己的要求比較高一點點 以前有得過一些獎盃 我覺得去那邊我就是想挑戰自己 有點像是像在那個 瑪利歐的那個賽車一樣 每次在跑單圈的時候 就是自己在跑那個單圈的時候 都想要追上前一次 那種最佳描述的自己 對大概就是這個邏輯 是不是哪些路線上面 哪些彎數上面 或是哪些出彎加速上面 可以提早或是 對 找到一個最佳的方程式 關於賽道裝備的一個部分 店長其實沒有很要求 經費有限 經過省慎的評估 原本想要買新的皮衣 結果後面打下我念頭 皮衣呢 是跟車友收的 收八千塊 然後再加上手套 Denis的手套 售價也是大概八千塊左右 希望老婆不要生氣 安全帽呢就是比較 一般的就是 RUBO的那個全罩的安全帽 靴子的部分我是 RYO的那個 車鞋 簡單的車鞋 很多事情都可以簡單 不一定我今天全身上下都要Denis 對 大家量力而為 有多少錢就做多少事 對 畢竟這些花費 其實 你如果沒有省的話 哇 一整套裝備可能十萬都有機會 但是 像店長這樣省呢 裝備整套起來 不到三萬塊 其實蠻開心的 也比較符合一般的消費 賽道花費除了這些東西呢 那你可能還要買暖胎包 阿如果你今天不買 暖胎包 或跟住車架 你其實都可以用租的 租那些東西 我記得一套是 1200-1500內 還有 輪胎的消母 阿講到輪胎的消母 其實目前呢 有一個輪胎的優惠 今天不管你是參加什麼樣的一個賽道 你只要把你的一些資訊 你先參加賽道日的資訊 在哪裡 然後你的姓名 你的主別 丟給店長 即可享有2000塊的一個優惠 在騎士電換是免工資加2000塊優惠 然後 開款呢就是FOCOSA以上 FOCOSA加V3、V4都有 原本要18000塊左右換到好的輪胎 現在你只要參加賽道日 就大概是13000左右 那歡迎大家就是 私訊騎士店來跟店長 訂輪胎換輪胎 備耐力的部分 你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畢竟賽道日 你騎的都是左右側 就是你的消磨都是左右側 讓你在一般道路 摸不到左右側的這個情況 完全消除 然後又可以很開心的騎車 這次呢 我們9月1號 呼呼賽道日 因為店有搖起 他覺得說去一次 覺得不過癮 他也是剛入手 重車沒多久 他覺得騎起來就很開心 9月1號也歡迎大家一起進來 然後都可以私訊騎士店的粉專 跟我們講說你想要進9月1號 但是現在命的所剩不多了 大家把握一下 我覺得賽道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們看到影片裡面 可能可以看得到 騎士店店長 衝出跑道 其實賽道就是你可以去測試你的極限 因為店長第一次認真跑大棚彎 他的路線其實都會有一定的煞車點 一定的彎速要進那個彎 那店長因為就很想要騎快一點 所以就會有跑出那個正常線路的一個狀況 賽道裡面可以盡其所能的去做這些事情 也不會跟人家對撞 那你如果今天在路上 盡其所能的發揮自己 就有可能會發生對撞的情況 就像新聞播的就是台三線的事情 就滿可惜的啦 大家如果真的想要玩這種東西 就是盡量往安全的地方玩 如果有一些相關賽道日的一些問題 都歡迎來騎士店現場跟店長 或者是我們一些店友 一起來討論相關的一些事項 其實店長會重新開始回賽道的原因 是因為店長的SM700到了 陸陸續續店長還會有其他的賽道路的一些活動 也希望大家可以從馬路上的競技 或者說不要說競技啦 就是跟朋友之間的比拚 把這個東西這個心態把它帶進去賽道裡面 在道路上騎的不安定感太多了 那你在賽道可能就可以近期的發揮自活 那種感覺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所以店長很希望就是說 平常日呢騎車就當休閒 也不要去跟人家比來比去 希望大家可以抱持著挑戰自己 開心的去賽道裡面騎 然後把一些不必要的花費 例如被扣牌啊超速啊這些花費 把那錢拿去賽道是太開心心的騎 這集就到這邊囉 祝大家騎車愉快平安順心 掰掰